好,我来开始讲一点的 这个题目的话呢 基本上是关于我们这一个一路 十七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不单是十七年怎么走过来的 而且呢,在过去的三十年 神是怎么样托付我们这样一个意象 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一群人 非常有限的 就包括这个题目 我不知道讲了多少年 至少前五年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那到了五年之后 慢慢慢慢开始讲得一些明白了 那就更不要说实践 所以有很多的人比较困惑 或者frustrated是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感谢神呢 现在是越来越清楚 它是个非常博大精深的一个体系 的确是从神来的 那现在也开始 接着一点点的部分的 侧面的这样的分享呢 让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越来越多的 这些教会事工领袖开始接受 我们这一次的会 可能是一个转折 换句话说明年还办不办 不知道 可能明年完全会转型转向 那也可能他的使命结束了 也可能他的使命开始要提升了 我们在这里的都是一些相当资深的 教会领袖 专家学者 也在前线 冲锋打仗的 我们要从中国大陆来带领 很多的教会的领袖 真是牵头来打开局面的 也有在北美 有很多的 我们当中有不少的 教会的领袖 事工的领袖 在各个的领域也是来开拓的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一个题目呢 是非常的浓缩 我来把这个历史介绍一下 这个讲到建造三元河的 未来的几件大事 我写过一本小册子 叫做国度连接 与中国教会的 未来的三件大事 这个呢 基本上是一个 一个抛砖引玉的 对时代 对今天 对将来 中国教会的走向 有这样一些的 勾画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这个题目已经讲了很多地方 也跟很多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来看 到底我们真正在 进入建造的时候 会有哪些的具体的方面 我们需要来思考 所以我很快把这个历史给大家过一遍呢 包括我们参加前几届的论坛的可能都不一定完全清楚 那现在我们就越来越多的需要把这样一个线索把它勾勒出来 我们在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先要看呢 过去的大事 我们过去大概总结有14件大事 是走到今天 其实是讲不完的 我们是把最重要的 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 我们怎么会走这件事 走到今天做这件事情 最开始呢 我们这一个群体 是有这样一个名称 叫做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 后来改名叫华人牧者团契 在发展历从当时14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2000年成立了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 马上是在新布希克州阿布克基成立的 当时呢 参与的教会在本地 就是阿布克基华人基督教会和这一个山上的 这一个李辉他们的这个教会和团契 当时呢 代表的人我都不记得了 只是李辉我是记得 当时这样的一个成立 基本上开始的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 确立了方向 基于教会 服侍教会 拓展教会 第二 确立将来做一件事情 每年就是举办全国性的大会 因为大家都是有相当的经验 也是有相当的见识 所以我们就非常快过一遍 第二件大事 2000年同年 我们又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召开了第一次的全国性的大会 应该说第一件大事是在洛杉矶 第二件大事呢 是在阿布克基 在那个时候就提出 正式提出国度连接的意象 也初次实践了 三元河流的理念 怎么实践呢 就把三种不同的讲员放在一个讲台上 当时很多人是非常的震撼 这三种人彼此应该打仗的 怎么可以走到一起 第三件大事 科罗拉多的全国性大会是2001年 是跟ISI合作 那么 这个 在那个大会上 给我们大会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世界著名的讲员 向中国教会的领袖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全世界的教会的领袖 向你们发出邀请的时候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他当时告诉我们 你们没有 他不要你回答 他替你回答 第四件大事 我们在戈贝里步道中心 举办了全国性的大会2002年 在那个时候 戈贝里本来要出席的 但是他Ruth有重病 所以他不能出席 所以他就发出了一封的邀请 一封的欢迎信 这个邀请信里面 基本上是正式的宣布 宣布西方教会的福音 接力棒传递给中国教会 在那个大会上 第五件大事 华盛顿DC退协会2004年的时候 我们理事会正式口头认同 三元河流的理念 就是圣经圣灵圣土 但是不希望成为文件 也不希望成为一个policy 只是说我们口头上承认 第六件大事 奥斯汀全国性的大会2006年 在这个里程碑里面 正式肯定了 华人牧者团聚 不仅仅是一个fellowship 而是一个事工的平台和网络 第七件大事 温哥华的全国性大会2009年 决定全国性的大会 改在香港举行 第八件大事 是2010年正式在香港 举行全国性的教会领袖的大会 每年呢 差不多有一千教会的领袖 牧者 执事长老 小组长参加 并且在那一年改名为 华人牧的团契 是根据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提议的 使北美这个概念 地域概念就没有了 对吧 那在 第九件大事 是2014年 在华牧的理事会上 正式 也是在温哥华正式将 圣经圣灵圣传 这是根据徐志肖牧师的一篇论文和他的建议 将圣传的定位 成为华牧的核心领域 正式进入华人牧者团契的文献和历史的决定 对吧 第十件大事 就是2015年开始举办这个论坛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论坛 正式将圣经圣灵圣徒 圣经圣灵圣徒的理论性研究提到一个意识日程 第十一件大事 华人牧者团契的理事会 2016年 在 科拉多举行的一个理事会里面 正式提出 接受 通过安提阿的神国教育计划 作为 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的领袖门徒 和他的 这个培训的计划 第十二件大事 华人牧者论坛是 16年 去年 正式将三元河流的神学研究 提出来 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规划 并且命名为迈哈顿计划 大家知道为什么来到这儿 这个是迈哈顿计划的发源地 这是17年走过的路程 第十三件大事 就是王志勇牧师的圣经圣灵圣徒的神学著作出版 并且已经在国内 在各地 东南亚 包括北美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是深度的神学研究 第十四件大事 就是三元河流的培训计划 正式在香港启动 这里面有很多的 我们知道人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也是神国教育计划 正式开始实施 也是安提阿的 换句话说 在过去的17年里面 华人沐德团契 北美教会大陆事工史团 最强的是他的意向 但是他没有真正有一个系统和途径 和他的一整套的培训计划是没有 那越往前走 可能就越没有凝聚力 越往前走 可能越只是一个 让人觉得是空洞的意向 虽然不是空洞 意向不是空洞 但是在人的体验上 感觉上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空洞 但是借着安提阿 就把它落实到蒙徒 教会领袖的培训 这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 超自然的一个神级发生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三个回复的总结 就是借着华人沐德团契所定下来的意向 三件事情 这是周小安牧师提出来的 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我没有记录 周小安牧师提出来 华人沐德团契的三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事情 第一就是坚持他这个意向和使命 这样的一个愿景 第二他一定是要培训 第三是要宣教 宣教就必须有三缘合流的 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的 这样的一种的氛围 这样一种的共识 而不是彼此纷争 占地为王 而是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伟大的 这样的一个意向 这个意向今天也跟2030的宣教运动结合 我的发起人之一 吹犬牧师就在这 从中国赶来的 这是个总结 所以这个的华人沐德团契 17年的实践 是根据1983年神赐下的这个意向 其实是一个开放的 是一个全面的 这样这个中国华人 中国籍华人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意向 对吧 那么前瞻 那我们现在看来将来的要建造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换句话说 我们走过了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感谢神 这一个从最开始的七个人 董事会 理事会 到现在的二十几个人理事会 还加上许许多多的 这些的领袖 机构 教会的介入参与联盟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 非常非常给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恩典 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有几件事情 第一 就是三元和六的神学研究计划 包括这个论坛 包括我们所说的 这个曼哈顿的计划里面 包括打神学这一仗 打文化的哲学的这一仗 是非常的关键 我是用最高度概括的语言来说 没有进入任何的解释 如果你要打赢这一仗 你必须要有在神学上 在文化上 在哲学上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都在这样的一种前瞻性的 并且在各个领域的前端 你要打赢这一仗 第二 必须要有一个系统 能够培养出门徒 活出这样的一种的使命 而不仅仅仅是倡导这样的使命 带出这样的领袖 这是第二 第三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必须要有立体性的 和网络教会的职堂计划要出来 不是属于华人物质团契的 而是一个公开的 开放的平台的 这是华人物质团契 30年的意向 17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违背过的 就是不是建造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国度 不是建造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的体系 不是建造自己的这样的团队 不是建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好像的一个 这样一个宗派 完全是一个开放的 跟所有的 这个教会 主流的教会 在圣经圣灵圣徒的 这三个的主流里面来做 这三件事情 好 我就停在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